非常高兴 非常欢迎 请到焦春平老师 来跟姜文导演去做一个对谈 谢谢 现在请姜文导演 焦春平老师 非常荣幸 跟大家坐一会儿 另外 我非常荣幸 有焦熊平焦大姐来 因为 近三十年前 我们俩就在香港 谈过电影 也记录了当时 我的种种的错误 可能话说的 有点 孩子气 或者说 有点 那个 胆大妄为的话 电灯没有 那太好了 之间我们俩又做了很多次 对谈 焦大姐是了不起的人物 台湾电影的教父 教母 都是他 没有他 就没有 后来大家熟知的那些台湾电影 当然 后来的一些 中国的年轻导演 也由 这个 焦大姐 把他们推向国际 这个 他还写了很多书 好几十本 关于电影的书 今天重点是你 要知道吗 我们没有重点的 就是 你要打断我 我就不说了 你要不打断我 我就一直说 这个最新的一本 是关于黑泽民了 我今天看了一下 给我长了很多知识 很多事儿 我不了解 那书叫什么名字了 叫黑泽民 他介绍完我 我来说一下 江岛我觉得是我们 这个中国电影界的 真的非常值得珍惜的 一个 这个 宝炸 因为江岛不但是我觉得 整个华语当代 最好的导演 最好的演员 跟这么多优秀的导演 不同的带和作过 而且留下那么多好看的经典作品 而且作为一个导演 也这么精彩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是不是只有六部电影 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 算的 这么多看的 二十六年只有六部电影 表示差不多四年多一部电影 贵再经不再多 有的人一年一部 你也不觉得有江邦炎 留下的作品这么值得珍惜 而且刚刚我在后面看了一下 非常高兴 没有想到观众反应这么强烈 几乎每句话都笑 这个我有点吃惊 因为我以为这个 语言的密度太强了 对白的密度太强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 这个大家要看很多遍 才能醒悟过来好多里面的黑色幽默 但没想到我觉得 这边的观众是不是水准超高 所以什么都听得懂 显然是比较聪明的一群人在这里 我本来想感谢大伙来了 结果交大家前说了 的确 是 所以很高兴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吧 先讲一下 就是 因为大家不知道 您这个电影是改自于张北海 写的这个狭隐 那么 显然 像我们刚刚说 这个观众都能领略的这些黑色幽默 在狭隐里头 我也看了原主小说 并没有吧 你要不要 非常少 他写了很多吃的 吃的多 你看的时候都能 我记得王硕有一次跟我说过 他说 他说他 他说他 那天他说 突然把这书看了 去我家 因为他家离我家很近 他说 我怎么样 他说哎呀 看我半夜找吃的 饿得不行 对 他的食物你要吃得不得了 对 我觉得 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优点 嗯 当然了 我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我 我爸爸原来就说过 说你 你 你把剧本 给改成这样 那你买原作干什么呀 花挺多钱 我说不行啊 我说没有原作 我就不敢 不敢随便改 我改什么呀 另外呢 其实 所谓改的过程 我不是故意再改 就是 我怎么能变成 用我的眼睛来 看世界 变成我的眼睛 看世界 我才知道怎么拍 因为小时候都是别人的眼睛 在看世界 所以我就把那个眼睛给留到我这边了 这就是改变的过程 咱比较一下 咱比较一下 可以吗 除了之以外 那个 霞颖 张北海所描述的 这个 他独年记忆的北京 北平 跟您想要 在这个作品中间 所提到的北京 最大的分别在哪里 这应该 这应该其实 张北海跟我一起坐着聊 就有意思 哈哈 因为 是这样 我后来就跟这个 我管他叫大哥了 因为他确实 虽然跟我妈妈一个年纪 但是看上去特别年轻 嗯 蹦蹦跳跳的 穿一个球鞋 对 而且那个 一身的年轻人的毛病 就是 他就跳舞 你要没有年轻人的毛病 你不会显得年轻的 然后 哎 知道他是张艾佳的叔叔吧 知道 知道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你只能忘了叫大哥 我叫大哥 然后聊了之后 我发现 他其实离开北京的时候 很小 13岁好像 他是36年生的吗 还是38年 就知道 今天是13岁了 上离开的时候 反正就是37年左右吧 离开的时候 我觉得都没有13岁 没有 接近13岁吧 他没那么老 他最早是36年生 那就是13吧 你说你 不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后来 因为我记得是在台湾念初中的 所以 反正早上没多大 好 意思就是记忆其实也没多少 然后呢 我的一个同学 帮他找的地图 那个人叫曾丽 是中系的 古北系的同学 嗯 他小很多 对 其实他也好多事儿 他也记不住了 也是有些幻觉和 和一些想象在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贵的 你要真是记住 把自己记得死死的东西 写出来 其实不一定好 他 有些真 有些假 有些似真似幻 都能记下来 我呢 哎 正好是10岁到北京 一直长到现在 所以我 后来我住的那个院呢 就给电影里边拍了 这景不是他小说里的院 因为我觉得那小说里的院 我有一点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 但是六五街11号我就知道 因为原来 是啊 六公主府 在我 是我家之前 是别人家 是道光的规律 在那儿 六公主府 然后后来就很多人去住过了 传说中 曹雪群也到那儿去晃 你们查查查 有资料的确实去过 这个 我去就比较晚了 我74年代才去 后来就变成军队的院 以前那么大的院子 肯定都是住兵的 或者住什么 然后 我小时候在那儿 乱跑乱晃 我也不知道这院有什么 我觉得他就应该这样 后来才发现 是很多不同年代的组合 有 有清朝的房子 有解放前盖的楼房 有解放以后盖的楼房 还有 地下室 甲山 然后 再变成军队住的之前 还有原来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银行家 在那里边住 最早弄股票了 不知道我忘了叫什么 反正给院有个传奇 慢慢地 慢慢地我也像张北海大哥一样 在《思真思幻》中 来理解北京这样一个地方 那小时候我爱上房玩 所以房顶上的感觉 都是我小时候经过了 所以您刚刚有讲到一个很特别的事 就是说张北海 《思真思幻》的记忆 对您也是一样 我看到这个作品中间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您不太愿意非常老实 或者是还原为真实的方法 去讲一个年代或故事 您老是对那个真实的东西 获得回忆 有一点质疑 或者甚至故意要把它扭曲 或者是改变 变成一个创作的状态 这个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您说的非常有意思 非常好 我记得昨天咱们俩 为了我们第一次在香港见面 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之前 什么时候之后 其实也说了半天 其实真实到底存在在什么地方 存在什么程度 而一个创作到底是不是为了复原真实 复原所谓的真实 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 我觉得这是电影本身可以探探的事 因为顺便就探探 因为所有的电影 即使是拍未来 拍完也都成过去 对 我觉得 我觉得 当一个人说过去的时候 本身 可能就不是为了说明我 一定是真实 对 当然因为这连这三个民国三部曲 都不是你经过的年代 但你这个主观的 对那个时代发生的所有事情 包括今天大家看的一些不压制 您觉得这个是您对民国的阅读呢 还是为什么有一个创作的欲望 是要用这样的年代 连续三部 来谈民国的事 这多少有点凑巧 不是说非要拍三部 也不是当时想好像非要拍民国 我从来都觉得未来好比现在 我从来不觉得过去比现在好 只要我先跟大家说清楚 任何地方都这样 连欧洲也是这样 怀旧是一回事 过去到底有没有价值 是另外一回事 怀旧容易美化吗 当然 也不太负责任吧 反正我也不知道往哪儿去 我就怀怀旧 也不是我 因为我把 我从来都在民国的里边 有一些挖国讽子在里边 我并不觉得那个时候 有什么值得怀念 没有什么怀念 那么我只是觉得 那个时候的人 比较容易戏剧化 另外呢 通过上也比较容易 因为 他毕竟是过去的事 你要写 现在有可能就通过了 反正什么都怪了民国是挺好的 对对对 没什么好人 解放钱嘛 这个孩子就是聪明的 您再接着说 没答案 您那个民国他还没讲完吗 讲完了 您问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 你怎么样的机缘看到了侠影 为什么你觉得要在你两部 子弹飞跟一部之后 决定要拍这个 不是 实际上我最早要拍的是侠影 但是呢 很坦率地说 我拿了之后 我觉得这怎么拍电影啊 那你买的还干嘛呢 买是因为 史涵给我推荐的 史涵是我的学弟 他那么爱说 他说了一天 我说 意思 这个 哥斯大意是什么呢 哥斯大意就说 有个小说叫侠影不错 我说那我就买了 你是不是就可以不说了 他说那可以 我就不说了 我就让他少说点话 我就买了 买了之后就发现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很吸引人 说老北京 还是以前的 中国的小说没有提的 跟老社提的 北京都是不一样的 哎 我觉得这个有意思 我说那 要改电影可是不容易 因为它没有一个故事要说 但是 作为文字 自己去看它是很有意思 我就没有办法 马上改 我就 后来就先拍了子弹飞 那子弹飞又想拍这个 又不知道怎么改 然后就拍了一不知了 拍完了 我说 算了吧 那就改它什么样 算什么样 就把它拍了 这感觉是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张北海的部分记忆 混杂了一些您的记忆 因为有些东西 像刚刚您讲 曹雪芹的 像您家住的这个内务街 内务 内务街 内务街 那是北京的一条 叫街的胡同 其实是一条胡同 张北海家很近吗 张北海 他们家在三面胡同 在我们那个内务街 和一个史家胡同 那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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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好宅 行 但我的意思 应该是拍内务街 和史家胡同 所以啊 所以你把他的记忆 跟您的记忆 还有比如说 你刚刚讲 在屋顶上的这个童年的时光 这样全部整个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新的一个 对啊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观众负责 就是说 要不然你 你拿着别人的枪调 你怎么弄呢 弄不了啊 嗯 因为我总得把它变成 我那天看这件事 我当我看到他书里 提到了内务街 我说 好嘞 我就知道这电影怎么拍了 因为这是我 我知道怎么聊的事 对 他前面那个 之后而乐 那不是我的强项 那好 我就变成我 那来聊 对吧 对 同时跟高宗也说 他也喜欢 他说 怎么把那些吃的给拍没了 我说 留给你拍吧 哈哈 他肯定是喜欢拍那个 没问题 每人看的北京是不一样的 是 那我觉得刚好就这样 请教一下 这个民国的三部 其实是三个不同的地方 南部 中部 北部 我想拍西部来着 但是民国在西部没有影响吗 没道理 但是您这三个的连贯性 我觉得跟现代史是有关的 这是从辛亥革命的广州 到中间的经济起飞的上海 再到抗战前夕的北京 这个是干强的 干强 绝对不是吧 你这个是骗人 真的是干强的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点小小的连结 我觉得您六部电影整个就是最 对这个 不管是您的阅读也好 您的思考也好 是中国版年近代史的一个 每一个段代史都碰到了 而且是往回走的 您是说包括另外三部 包括另外三部是吗 包括另外三部 您不会 所以迷惑完了不就是抗战 就是倒给回来了 完了之后不就是 不就是5070的太阳照常升起 再来就回到 这个您的第一部电影 然后灿烂的文革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想法 为什么他们在笑 聪明啊 他们读出了您想说 而我没有听懂的那次 那次 不是的确有 我有这样一个感受 当我小的时候 我听说50年代 都觉得很远 没说50年代 我想起来就像古代一样 现在我50多岁了 你说 汉代我觉得 就跟前几年差不多 就是 古代离我越来越近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年纪大了 会有这种感受 您有没有 您也许真没有 您也许 您长50年代 我不好意思 不是我吗 那咱可以说40年代 但是 我的确现在 比如说 说到曹操的事 我不觉得远 真的不 小说说 我现在觉得非常远 这些电影 其实对我来说 都不是过去 这就是 就是 就是眼前的事 都没 没往远处走 那您认为 那您认为 我刚刚讲的那个 整个这个六部电影 是您 不管是远不远 是对一个中国 当今的一些思考 您说的对啊 那我还能怎么样呢 但是我不是故意的 他们现在为了表示聪明 一定每一个地方都小 不是 您这个 为什么中国这个概念 这是我的阅读 我觉得 我的提议 是中国这个人数 其实不管近代史 或者中国的命运 或者中国的一些处境 其实在你一片中间 化身 或者是 变成一种隐喻性的一个状态 不断的重复的出现 所以 阅读会变得非常的 这个 如果我拿自己的角度去阅读的话 我忽然觉得自己 会觉得比较清晰 不然我觉得 您插车打魂 就像您现在跟我讲话一样 绕来绕去 到时候大家昏了 就不知道您在讲什么 那我先不说了 不是 我们现在讲一下 因为 在《让子丹飞》的时候 这个已经到了新的时代了 《亚洲周刊》做过一个封面的一期报导 就讲《子丹飞》 就是说您的这个影片 造成了观众阅读的狂欢 就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 然后因为这个是网络时代 所以每个人都能发表 造成一个巨大的狂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时代 跟新的观众 您的这个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 我觉得观众一直是新的 一直 或者说 就是新的 因为 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我应该怎么回答呢 因为我也是电影观众 我每次做到影院里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变成新人了 就是 你起码放下那个东西吧 你不愿意把影院外版东西带进来 无论你 你认为你是更简单的一点 还是更 轻松一点 还是更 聪明一点 反正是 在影院有一个不同的气氛 你知道吗 然后 包括咱们 这次当评委 每天看四部电影 你干别的怎么能干得了呢 不可能 只有电影看四部是可以的 吃四顿饭我出了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您觉得 看新的电影 跟新的观众装作法 跟自己的时代 你觉得装作方法 有不同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同 当然 人的年纪有不同 人在不同年纪有不同的叙述 像我刚才说 我小时候觉得五十年代也是很古代 现在觉得曹操也没那么远 这是跟年龄的感受 但实际上你在同一个年龄所做的事 其实差不上 很多人在以一种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新的一天 其实对我来说 人类的进化没那么快 没有太新的时候 也没有太旧的时候 起码在这几百年当中唱过 当然你可以用的工具不一样 是吧 工具 比如说5G了 你可能啪啪一下就能 他们说很快就下载一部电影 但问题是 你还得用同样时间看呢 你下载多长时间是一回事 你不能说一秒钟就看完一个电影 这做不到 是吧 跟你大脑接受 是网膜的接受有关系 那既然这个不能改变 那能改变的是什么呢 没什么改变 所以这么多年来 这么几代的创作方法 你觉得其实这个到底 其实大家创作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在我看来只有好和坏的区别 不同的坏 不同的好 就这样 然后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只有那么大本质的区别 我们就看不懂 看不懂实际了 那您觉得 两千多年前怎么办 一千多年前 看不懂 对 那当然是因为文字 或者是创作工具 不断地在改变 对 工具在改变 但是你在接受这个时间 你还得用那么长时间来理解 快不来 对 那我现在非常想请教的一下 就是 所有的大陆现在 从子弹飞这样的狂欢 到一不知 我觉得大家就开始有点点迷糊 大家的反应跟解释的方法开始 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错 是我的错 不是错 是我的问题 如果是问题的话 因为 因为你 你如果再拍一个子弹飞 他还会过完 因为那事直线了 好人怎么着 坏人怎么着 很直接就解决了 最后 那大哥办完事走了 中间有一段还回来了 为了别人 是吧 那根本不是为了他自己 所以 这种东西一定会引起人的一些 他有点像西部片 对 就是您说西部片 John Ford的时候 我就透透了一下 我要拍一个这样的东西 哪里是我跟你说的 是您我介绍的这个 叫什么搜索者 我原来不知道这个 哦 然后 但是我不满足啊 我觉得电影是这样的 你可以笑 可以哭 这两个都是特别简单的 街上有人找你要钱 往上一跪 脏衣服 你马上心就是短 你愿意给 这是人很容易沟通的 然后你碰一个会说笑话的 就很容易跟女孩子拉近关系 是吧 这也是就是哭和笑的 然后再复杂点 就是把哭和笑弄一块儿 就稍微满一点 卓威林那种 但是这些都是感官刺激 感官刺激完 包括武打 但是我总是觉得 我也经过这个成长 先是小时候看 这电影打不打 不打不看 谈恋爱的也不看 现在看不懂 太小了 然后长大之后 有一阵不看打头了 看谈恋爱的 谈恋爱的也不看了 就是看阴谋诡计的 说能不能坏人里边有点好心 好人里边有点坏心 这其实当然是很简单 当然做娱乐没什么坏事 可是仅仅娱乐 是也有点不够了吧 所以加上我是学戏剧 我总是想 能不能 你像欧洲人 早就有这个进步啊 像布莱西特这种啊 就是你可以进 相信这个情境了 很多人相信的部分 也相信了 然后再破坏这个情境 说哎 其实不是这样啊 你稍稍想想 建立效果 建立效果 对啊 这个 早就有 其实他们的电影里也有这些东西 小说 包括 规划 甚至音乐 可是我们现在顽强的在坚持 某一种叙事形式 最简单的叙事形式 哭不哭 乐不乐 嗨不嗨 嗨奇就是 能不能有些 港词让我记住啊 能不能拿点词名 拽到微信上去 这容易做 但你不选做 不 我也选 但是 我做这个比谁做的都好 但我在想 我看过一眼 说这样的电影 能拍十部 一年 我看一个报道说 这样的电影 一年能拍十部 那你就不愿意这样做 十部拍不到 那就是太多了 你真不能每次 推翻你自己说的话 六部 不 确实 我觉得 当然 我这么想呢 可能我发现 想错了 人家说 我来电影院就想看 《子弹飞浪》 我不想看《子弹飞浪》 好 那这里边 我在考虑这事怎么办 是 更多 给他想想 还是更多 给他的成长以后想想 所以不断的也是在跟观众对话 那当然 电影和戏剧最早的元素 就是说 创作者 舞台 和剧场和观众 这是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三角问题 电影我想也是这样说 我根本就不想 他们怎么想 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人 只是 这个是利用他的简单 还是希望他 在不简单的时候 还能 还能有感受 这是两种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 态度吧 对观众的诚意吧 当然 有诚意 观众不一定领理情 我就是 就不想看 那也 那是没办法 那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子弹飞浪》 就已经带了 你讲的 细部片的色彩了嘛 之后的 一部剧 其实 非常多歌舞剧的 但是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当然是给我片吗 前半部有 后半是什么 后半部是什么呢 不是 其实 我没那么想 我不是在否认你 因为 因为那个 您 西部片比较容易嘛 就容易总结了 那个我是想拍一个 不想那么总结的东西 因为生活不是那么好总结的 如果大家很习惯在剧场里总结 把这套也搬回去 总结生活 那你就藏了 生活 总结不了 也没有一个故事 但我以为 你用歌舞片的形式 是因为 歌舞片所带的那种 表述方式 当然是很虚化 跟当时的上海的形式 是一样的 那您说的是对的 那现在用武侠功夫的 李晓龙的模式呢 这一步 不是 他这里不是 不是有党吗 所以我觉得 弄点 弄点这样不行吗 不行 没有不行 大家那么开心 其实 其实我不太相信武侠了 我觉得 你说吹牛嘛 没有这么回事 因为 因为长期的战败 导致了 我们这个民族 有一些 需要说发的东西吧 然后 吹吹牛也没有什么不好吧 所以 但我没有看过一本武侠书 我拒绝看 我不看 便宜不看 不相信 书我没看过 见影我看过 看过李晓龙啊 谁 没看过 哇 我不能骗大家 我真的没看过 嗯 嗯 嗯 那么 我觉得 既然这个 张白泰老师 就已经写 比较狭隐了 嗯 所以我还是得 有点 穿房悦景吧 就这样 但我 没觉得 这个 狭隐到底能起 多大事 这是不一样 对 因为这个 电影开始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 就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就是 是 是复仇的故事 对 但是后来 中间的这个风格 跟形式 前半部跟后半部 其实有挺大的差距 复仇总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那跟复仇 容不容易 那我不要说 我说创作的形式 还有一个 选择的风格 因为前面 焦老师您这么说 可能是说到 谷歌上 电子上 因为我 我坦白地说啊 我 我是有点反对 一些事儿才开始拍电影 我并不是一个影迷 才开始拍电影 我那个时候 可能跟您说过 咱怎么都拍成这样的电影 算了 我来拍一个事儿 就是这种态度 要不拍一个 洋光灿烂的时候 要拍一个 什么 什么 叫什么 鬼来了 那么 我呢 有点 我不一定对啊 现在我才意识到 不太喜欢 以前他们对电影的总结 什么这个风格 那个风格 我觉得 哎呀 哪有说的那些 没有 我就想怎么拍怎么拍 而且那种东西 不一定是有用的 就我原来把那个叫活 所有 技法的活的 我都不要拍视 所以我要剪接剪那么快 就不留那些 里面唏嘻咳咳 我觉得特别活 我觉得 哎呀 就装身弄鬼吧 下午下午半天 下午 包括教父里边 那个教父 老教父快 受伤了 然后 来另外一个人来看他 而Pachino 以为是坏人来了 就在这把他爸爸推到那边去 然后一个镜头 两个镜头 一个镜头 两个镜头 他们都说好了 我觉得 哇这不就是天桥的活吗 就是没有别 就是撑一下 让你觉得其实没有 我原来特别排斥这样 所以我就 有什么说什么 在人物性格上 不愿意多挖 然后对所有的技法上 都很排斥 所以那个在 叫什么 叫什么 前三个片子 其实都没有什么 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刚刚您这样讲 我很高兴 因为忽然听到 就是 第一个 你的 跟你性格 对我们的阅读是一样的 就是 一定有一定形式的反叛性 跟颠覆性 你不愿意 造任何 但有的时候 坐过了也不行 坐过了他们会 理解上会有障碍 对 可是我觉得 这是我要提的另外一个 理解上障碍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刚刚答应就笑得很开心 我觉得像 语言那么大的密度 跟这么复杂的 因为你的节奏非常快 而且还不一定相关 并不是用那种 因果相关的叙事在进行 常常 你像刚刚那个尾巴 我刚刚那时候看着说 那我到哪儿去找爸爸 你赶紧去找儿子 就是 那个 语境 其实是有一种荒诞的不严谨性 其实观众好像没有障碍去理解这个事情 你分什么样的观众 他们怎么会有障碍呢 太对他们散感了 我觉得有一个评论家 一个朋友 他说的很好 我当时也没想到 他看着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发行 他说 有一个人也说 他说你这个节奏太快了 话多了 他说那人说 其实不用 他说明白的人都没有 他说 语言对老江的电影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造型 本来就有语言造型 在这里说 这个也是观众 看他电影应该想要 要的那个东西 没有一句没用的话 而且画会 轻垂感变过 轻垂感变过 所以我们的编剧那么多 其实我们怎么就写好剧本了 只是在现场 怎么能把话说得更好 更相应 因为可能我是学戏剧的 我觉得台词本身非常重要 对 这个台词是一个绝对最大的特色之一 很多东西 其实 反而不是像很多导演 喜欢在影像里头 或者是在很多东西去看彩这个东西 其实我没有耐心 我 我 比如说我看过那个 莱昂内的电影 他们老说我学这个 莱昂内 这是这个 意大利拍 戏幕片的那个 哦 莱昂尼 我看他的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剪 就是他那个 我想给他再剪 再剪 50分钟就好一点 他弄得太长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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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一种东西我觉得像天桥的把持 叫把持啊 过去就是说 给你翻几个跟头 帮帮帮帮帮帮帮 鼓掌 三叉 那种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一点都不行了 我看翻跟头有意思吗 我不喜欢人在那翻跟头 我也不喜欢在那摸着黑人 假装打来打去的 看不懂 所以这回看不懂我的那样 就一样 但是你的创作非常有意思就是 你可以这么完全不顾及任何形式 或者是任何可能的限制 有一点随心所欲 跟这种 就反而变得你一种原创性 就包括你使用音乐的方法 音乐也非常的范围广 从古典到现代 爵士到普通的金音乐都有 这不行吗 不行啊 不行啊 我就是这里的原创性啊 因为我觉得人的感受就是这么来的 我其实 我其实不懂为什么 一定要找一个编 一个作曲写 写所有的音乐 有时候写不好的 我这里边找好几个作曲 其实是可以的 同时还有现成的音乐 那你那么多演员 七八个演员都可以 为什么不能呢 找多少钱 做曲 服装 这次我也是想 我说不同的人 找不同的设计师 因为其实大家美人 衣服都是不同的风格 但是在一个电影里边 服装要统一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这有道理吗 谁编出来了这么一个伪命的 我觉得很多问题想问 可是刚刚大会跟我打信号说 要开放给观众 请大家来问问题 好吗 好像 请想问问题的 可不可以麻烦在两边 有两个麦克风排队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节省点时间 好吗 麦克风在哪 麦克风在哪 在那 在那 来吧 抓紧时间 好 你说 可不可以 你要怎么样 两位老师好 然后我们是来自 香港经贵大学传理系的学生 然后是 然后第二次观看 您的电影 还是非常喜欢 然后因为我们有留意到 就是现在很多讲就是近代的故事的一些电影 喜欢背景音乐 用一些非常浓郁的西洋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音乐 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您对于这样一个很浓郁的西方的这样元素的一个背景音乐 所以您有怎样的理解呢 谢谢 你说的是我的电影吗 这是我的电影 您最后那个 你说我的 OK 对 哎 你是香港的大学生 对 你是香港人吗 我不是 我是内地人 成都人 成成都来的 对 你学校 你这样的人有多少 哈哈 哈哈 为什么 那就是大部分是从成都来的 在香港学校 哈哈 内地的 内地 哎 哈哈 哈哈 我 你那问题问的很好 就是说 我是这么想的啊 你今天多大 哈哈哈哈 对不起这逻辑不对吧 二十一 大三 二十一 我就大学都毕业了 为什么上学这么晚啊 因为我为了来香港读书要多读了一年 在传大那边 好 要不咱俩就同一年毕业了 哈哈 哈哈 那个 我 我只能就是 怎么说呢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话 是比你想的时候还是比你大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得 我得老老实实的遵照自己的感受 比如说 我想的时候听的音乐 没有音乐 都是西洋音乐 因为那个时候 所谓样板戏也是用西洋乐队伴奏的 然后各种活动 包括广播体操 全是西洋音乐 没有二胡 也没有什么琵琶 没有 文革的时候全是西洋音乐 所以我能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能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 等我长得很大了去拍《红高亮》的时候 他们退乐的时候才出了一种叫熏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从来没见过 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唢呐什么的 我倒是见过类似的东西 小时候在老家 死人的时候是吹那个东西了 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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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的 平常在城里 在学校里没见过这种东西 所以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得遵照我自己的感受 我知道那个东西可能更民间一点更传统 但二胡也不是中国的了 什么带胡的东西也都不是 琵琶可能也都不是 都是从外国传来的 但是有早来的有晚来的 跟我一块来的就是你听到的这个音乐 我小时候就听类似的演奏方式 所以那我能怎么做 我没听过当时北京跟那个三弦 或三弦 单弦 那都是人家的电影里边那么弄的 我就别那么弄 他有感受 我没有 谢谢 谢谢您 我们学校的男同学都非常喜欢 男同学 你用完了吧 放心吧 姜导演你好 我没有看过杨志敦飞 所以我想你 不敢告诉我 在这部电影里面 你要安排男主角不停地 飞船走壁 那个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飞船走壁必然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这部电影里面 你故意用到他走的时候 飞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另一样就是 你的结果 你的结果 你让我看上去 好像是 你结果到精网门的结果 但是你用了 好像夏菜功夫片 那种处理方法去做 叫神机 谁帮我翻译一下 我翻译一下 谢谢 这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你问的是这一部电影 还是认识的 这电影里面 你安排了一个 飞船走壁的这种动作 但是是很 什么动作 飞船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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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很安静的 请问你为什么要这种想法 什么 你有什么生效的 你说这个电影 有一个飞船走壁的动作 对 很安静的 那那位我也关注了问题 对 说 说 说为什么 对 哎呀你你是学什么的 因为飞船 你是学什么的 啊 他也需要翻译 但是他也需要翻译 他也需要翻译 他刚才看出电影了 哈哈 他是学什么呢 看出电影了 哈哈 谁问我翻译 说起来没有 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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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没事 我也是读李克的 我读李克的分 考了中央戏学 这个 我想问你啊 你还是挺仔细的 我的确在飞船走壁的时候 我把声音都拉掉 我专门跟那个 混录师说 我说拉掉 他说为什么 他做了好多声音 我说人家都能飞船走壁了 都踩着没有声音 就不要有鞋的声音 也不要有瓦的声音 我说那就不好 走过来一阵风 没有声 挺好的 我的确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当然没有人能飞船走壁了 如果一个能的话 他一定是没有声音的 这是我的 我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 给我翻译一下吧 时间不多 第二个问题 今天快一点 对 就是说 结果结尾 为什么他好像做到 里面结果精武门 但结果 但是 他就用了一个 鞋唱风呼片的手法 去做了出来 你的结尾就是 好像是李延杰的那个精武门里面 那样 但是一种 邪屈的手法 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 我没有看过你说的电影 不是香港人啊 我没有看过香港很多电影 另外 我不是参考别人的电影拍我自己电影 你学笔科是这么想问题的吗 我建议快一点 因为我这边的队伍跟这边都好长 可不可以限制第一个一个问题 第二大家请简短一点 好 好的 两位老师好 江教授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您刚才讲到的就是 真实啊 包括见语效果等等 就是让我想到 你的 民国三部曲 像《让子弹飞》 您刚才说的就是 一个故事 然后到 一部之遥 其实相当于是 一个故事 但是用三 三个不同的方式 把它讲了三遍 这就造成了很多观众的不理解等等 然后像您这次《邪不压正》是把那一个故事 就是复仇到底是谁复仇 您又有两种演绎 但是您最后把那种多异性给剪掉了 就通过那个朱浅龙自己承认是自己杀 就把那个可能性给剪掉了 我想问就是这是您对观众的一种妥协吗 还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什么对观众的妥协 都是说的太多的套话伪命题 对我来说不存在 我也从来没有冒犯过观众 我也从来用不了妥协 我觉得想的太多做不了事 你就想拍一个你喜欢的片子 他喜欢了赶巧就喜欢了 他不喜欢那就没办法 所以没有人去妥协就有好结果 不一定 但是曾经说过什么包着饺子喂猪的事实 这不是 那叫包饺子喂猪 包饺子喂猪是一个错误 因为猪不喜欢吃饺子 因为猪不喜欢吃饺子 你喜欢吃饺子猪不喜欢饺子 所以你不能完全以你自己来对待别人 当然如果你是请客呢 你可以包饺子给客人吃 因为客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客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不是很简单一件事吗 那难道又不是您对艺术的一种比较保守的做法吗 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要尊重自己的想法和想法题 对我来说 我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什么片子的类型 而是我实际上也没有看过多少电影 其实不是说看了很多电影才能拍电影 这个首先有这样一个命题 前面是错的 所以你以为我看了很多 我其实没有看过什么 而且我不是想要把什么什么时候拿来拍这样 没有那么想问题的 如果一个人搞创作人跟你说实话的话 他是这样的 所以一边就跟武术一样 他可能平常不打的时候会了解一些 真打起来还想得起 我又买一个套路 不会的 谢谢 你好导演 就是我看过你所有的电影 导演的电影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电影组的人物 为什么到最后总是会自己一个人呢 好像他无论做的 他自己变成是正确的决定 还有一些就是你不断去犯错吧 不论是怎么样 他们的结果都是会一个人的 就是我看来就有点不完整吧 但是也很好看 就是想问一下 你问一下 为什么你最后总会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孤独的情况呢 你以为你最后不是一个人吗 而且你始终都是一个人 所以有什么不好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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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觉得拍现在就有什么特别 所有的电影拍完都会成为过去 这个对我来说从来没有吸引力 从我拍第一个电影的时候 我都没觉得 而且我演戏的时候 我经常说 不是让我穿跟平常一样的衣服吗 我觉得没意思 这是我个人的爱好 另外 我不知道你前面说那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没觉得 故意在躲 但是 你也不能故意惹事吧 惹事你就开不成了 我曾经有过一个电影 现在也不能放 那还能怎么样 对吧 但是我也不认为 这种事就一定是 哪姐的导演就能做成 或者说 你就算拍了一些 又能怎么样 所以 我不认为这是能衡量 任何事的一个标准 我倒是觉得 假如我是你的话 谁爱拍什么拍什么 你们就拍你们想拍的 就拍你们想拍的 或者拍你不想拍的 反正已经拍出来的这些 就行了 我看完了 我喜欢不喜欢就完了 我知道我自己将来要怎么拍的 管他们拍什么呢 我才不管 我喜欢 我喜欢 谢谢 院长好 为什么叫您院长呢 因为我那个 闺蜜也是澳门科技大学的 然后特别期待您当电影院长那天 但是他刚一毕业 您就当院长了 所以这事也特别不敢敲 然后就带着 带替他来这喊您一生院长 然后我也是教会大学毕业的 然后今天想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 就是您的下一部作品 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 或者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和我们见面的 然后就是有没有一个契机 能够就是 让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会拍一些 跟香港有那么一些关系的一个剧本 能打动您 谢谢 这是我的问题 香港 我不是不可以啊 可以啊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剧本 另外呢 我可能要拍这种 拍那种不熟悉的香港人的样子 因为我本身不熟悉香港人 我每次来就几天就走了 我也听不懂 他们说话 所以 我不是一个好的 拍香港 选择 就是我要是你 我就不看电话拍香港 那么就是 另外就是我在筹备 在筹备一些剧本 还没有最后决定 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有好几个 我想今天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 应该有结果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可能只有最后一个位置 因为时间的关系 更新这位先生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非常想要看书吗 想问一下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下书 瞎眼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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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再一个吗 再一个应该就很简短 我 寻找一下 您觉得 您和香港的演员 还有和台湾的演员 还有和大陆的演员 合作的时候 您觉得他们所受的这种表演训练和表演体系会有一些差别吗 我觉得 你这问题有意思 其实我也试图想过 想回答 想过就是 其实跟地狱没关系 是哪一个人的审美和哪一个人比较接近 你看我们最近我看的一些电影啊 在选的那些片子里边其实他们的地狱都是不同的 但是他们有时候都能高到一个惊人的程度 那种在表演方面啊 真的是惊人的程度 他们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真的好像不太容易用地狱来分 当然口音是可以影响人的一种做派表情 但是好的演员会越过这个 谢谢 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来这里的同场 谢谢你们中国最值得珍惜的战略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